1500整点新闻 我是黄一文 带大家来关心 那么今天的新增确诊的案例是185例 是进入全国三级警戒以来 第二天降到200以下的案例 不过新增的死亡案例呢 死亡的病例也还有15个人 疫情是否真的有间缓 来听指挥官陈世忠的说明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公布 接受有本土的案例是185名 在双北 在新北 98例 台北 是42例 基隆14 桃园10例 苗栗7例 花莲4例 彰化新竹各3例 宜蘭2例 台中4云林各1例 那死亡的是有15位 死亡的有15位 整个确诊的病例 看起来这几天是比较平稳 整体不管我们从这个 这个发病日来看 和从裁剪日来看 确实这些都有 是有往下的一个趋势 那看起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迹象 那尤其在双北 在双北 确实这个整体的发展也朝向一个好的方向来发展 我想这都是这段时间大家的一个努力 但是仍然不可以 也不要松懈了 这一定要大家一起把它撑住才行 那我们的专责病房 现在看到就是在最近一周事上 整个收治人数的趋势是持续在下降的一个状况 我们最多的那个收治数的这一天就是6月4号 之后大概就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 到今天早上的统计 那全国的收治数是2198 比最高峰的时候已经下降14% 艺人蒋永杰募集了342台 高流量氧气鼻导管全配系统送给了医院 政府永远跑得比民间要来得慢 艺人蒋永杰都知医院很需要这台救命神器 高流量氧气鼻导管全配系统 因此他募集了342台 军队东西获得医院感谢 没有多久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发文 他po出这张照片 强调指挥中心先前采购了500台 高流量氧气鼻导管全配系统 已经有200台到货 也感谢民间捐赠 但马上被民众骂翻天 有人酸贾勇杰你看你多优秀 你买了就政府跳出来 说早就买了 不如考虑一下 换你想办法捐个BNT疫苗 政府说不定就会说 他们也买了几百万剂 甚至有人直接说 什么都要民间买企业捐 政府摆好看的吗 干脆让贾勇杰当行政院长 更有人呛 动作比民间慢 我说你的超前部署呢 只会用嘴 还是超前部署卡杯率现实 总统只剩下喊口号功能吗 中央政府不觉得惭愧吗 现在却必须要有民间来做 政府应该要感到羞愧 也就是所谓的超前部署 至今一一破功 不只落后 还落后的跟不上 民众骂爆政府 蓝眼痛批动作慢 不过有业者说 的确在六月四号 有接到政府订单 只不过采购比较严谨 而让蔡政府伤脑筋的 不只是躺在医院的 新冠确诊者 还有新冠死者 杨志良和专家学者讨论 要协助新冠肺炎死者套公道 谈国赔 也让蔡政府面临多重压力 今天确诊的185个案例当中 有98例是发生在新北市 市长侯友宜正在说明疫情 总体数量还是沿着万华的周遭 我们用放大度来看 可以看到我们的板桥 中和永和三重 甚至包括新庄 都是围着板桥的总体趋势 在做发展 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 那虽然扣起到 临近的几个区块有零星的 但是我们还是集中在这个区块上面 所以这是我们的热区中的热区 至于我们看整个条状图 从五月混的第三个礼拜来看 我们在下一张看五月混的第三个礼拜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从五月十六号到五月二十二号 我们这个紫色的条状 瞬间爆发 变成我们最高峰的时候 再下来看下一张的五月第三个礼拜 我们看到开始实施三级警戒 我们的黄色的就马上有效的低度活动以后 就瞬间往下幅度 瞬间降下来 到五月二十九号就像这样 至于到六月的第一个礼拜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这条长条线 显然又比五月混的最后一个礼拜 显然又往下掉 所以这个条状图非常的清楚 我们最高峰就在五月二十二号那一周 下来就慢慢的逐渐往下掉 不但也是在热区 在其他区域 大部分都是往这个方向再走 当然周遭临近的几个区域 也受到一点波及 但是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总体的疫情的发展 到昨天六月十 然后前天六月十二号的发病日来说 整体的趋势是一直在往下掉 但是市民朋友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要看到 我们总体的跟我们的区域都一样 但是为什么不要掉以轻心 各位可以看到英哥 巴黎 甚至万里 金山三支 这些比较外围周遭的 我们更要提醒他们 因为在这个疫情上 我们是要逐渐的收回来 绝对不能在外面更延伸出去 尤其像英哥 个案数虽然很少 在这里要慢慢的兼闭清眼 逐渐逐渐的把他收化 防卫保卫在里面 所以在周遭的几个边区的这些区 一定要慢慢清空 逐渐回到零确诊 所以这个几个区都很重要 我特别提醒 至于十万人数的确诊 人数的这个分布的图形 大家可以看最红色的就是热区 然后土黄色的就是其次 很清楚都还是照着万华周遭在走 这个请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栗状图跟颜色图 两个搭配起来 就是我们新北市的疫情 目前的总体的分布 请视频朋友来做参考 当然下一个 这就是我们的一发病日 确诊的数据 各位可以看到 这些数据 从我们17周跟18周 5月8号之前 到这个礼拜 6月6号到6月12号 各位可以看到板桥 最高峰都在5月22号 423目前是108 那中和最高峰232 现在是128 三重最高峰208 现在是79 新庄139 现在是64 都在往下掉 永和103 现在到72 土城102 但是它在第21周突然窜起来 因为它在临近的周遭里面 受到群聚的大幅感染 所以往下窜 窜了以后 到今天又大幅下降下来 至于新店 如桌 尤其我们比较担心的如桌 在上个礼拜 上上桌是46 现在降到39 但是还是要密切的观察跟注意 基于系组 有效的控制以后 现在回到在上桌 是20个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在下一章里面 最值得观察是士林 士林从一开始第19周 20周 21 22到23 都三十几个确诊个案 所以我们在三天前 特别成立了 士林筛检机动队 进到士林 侯友营召开的防疫记者会当中 提到 今天新北市增加的是98例 各个区的防范 千万不要松懈 才能够保持这个正向 希望能够赶快回到领确诊 另外来看到 为了防止在重演 机组人员3加11的检疫政策 造成的防疫破口 指挥中心宣布了 7月开始 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的 航空机组员 必须要7天的区域加检疫 再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来听陈世忠稍找的说明 那对于国际的航空的一个 航空的机组员的管理的情况 我们大概分做两阶段 一个是6月12号起 就检疫 那大概在长城的航班 入境旅游 要入境旅游 旅游疫情第三级的地区的 那如果没有接种疫苗 或接种一剂疫苗 未打两周者 我们要来采取5天的居家检疫 结束后PCR要检验 然后9天的加强版的制度健康管理 然后第9天第14天都要做抗原的快筛 然后第二种是接种了一剂疫苗 而且满两周 那还是就是维持原来的才三天居家检疫 结束的时候PCR检验 那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打两周 且抗体检疫检测为阳性 那抗体检测要每三个月做一次 那就是采用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然后接下来在7月1号 在7月1号 那这里面有稍微的一些改变 那最主要 最主要的改变 是在没有接种疫苗 或接种一剂疫苗 未打两周者 那就要采7天的居家检疫 那结束日的时候PCR检验 然后再加7天的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 那第14天要做抗原快篩 那如果是接种一剂疫苗 且满两周 尚未具有完整的疫苗保护力 有一个初步的保护力 那我们要变成是5天的居家检疫 百分之三天 要改成是5天 那结束日PCR检验 那9天的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那9天14天都需要做抗原快篩 那区域是相同 区域是相同 针对疫苗分配的原则 指挥中心宣布 在中高险或者是高风险的区域呢 现在要增配疫苗的数量 而背后的考量是什么 交给记者采为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您所住的城市 疫苗到底分配到了多少呢 而现在疫苗配送 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大家都在质疑 为什么明明是热区 但是疫苗分配的数量 却是比较少 所以现在指挥中心 也下达命令了 要加配高风险区 还有中高风险热区的疫苗数量 像是双北 新北 以及台北 它的确诊人数 是全台湾最多的两个城市 所以接下来会加配10%的疫苗 另外这些城市 像是基隆 桃园 苗栗 台中 还有彰化 则是加配5% 那么大家也很好奇 为什么这些地区 可以加配5%的疫苗呢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区域 它的老人家 75岁以上的长辈 比较的多 那么据了解 这个命令呢 就是行政院长 苏贞昌他要求的 他就提到了 因为台北还有新北 确诊数量的确比较多 算是疫情当中的热区 所以疫苗配送的量 应该要更充足 他也提到 接下来应该要公开各地 施打疫苗的状况 要杜绝思乡授受的情况 这一度发生 而现在其实有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也希望疫苗配送上面 可以更加的透明 因为他们也有一些基层的压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跨县市的民进党立委 包含苏巧慧 张瑞雄 罗志正 还有管碧玲 也都纷纷有向指挥中医建议 应该要加配双北市的疫苗 让双北市的疫情 可以赶快地缓解 同样也是为了疫苗的分配数量 国民党立委赖士宝 就质疑说双北的剂量 比高雄还要少 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 请采薇来说明 而疫苗配送上面 最大的忠意就是在于 明明双北市是疫情的热区 但是他们分配疫苗的数量 却是比高雄市还要少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分配的数量 新北一开始是拿到了8.3万剂 那么台北更少一点是7万剂 而高雄比两个城市都还要多 是拿到了9.01万剂 不过他们就强调 这9.01万剂当中 有1.01万是要给国军来使用的 不过还是引发各界的质疑 所以现在也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下令 现在开始要加发给双北市 也就是疫情热区增加10%的疫苗 不过蓝英的立委还是相当的不满 国民党的立委赖斯堡 他就说确诊数明明比较高的双北 但是疫苗却比高雄还要少 即使现在改变了政策 要增发给双北10%的疫苗 仍然是没有办法平息众怒的 他也说指挥中心应该要必须 要做一个交代 要让大家知道 疫苗到底是如何去分配的 总统日前就表示 供应台湾的AZ疫苗 主要是在泰国生产 不过泰国目前因为疫情严重 可以优先把疫苗留在国内 不过这个消息是遭到泰国的否认 继续请采薇我们说明 好 现在疫苗的议题 不只是在国内引发了一些争议 在国际间也引发了一些争执 我们就来看到 这是总统蔡英文之前 在广播上面的一段话 他提到了六月份应该到货的 疫苗量不足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供台湾AZ的疫苗 是在泰国生产的 而他们现在疫情相当的严重 所以优先给泰国使用 而这段话听在泰国的耳里 他们认为是台湾在指控 泰国阻挡AZ疫苗的出口 现在泰国相当的不满 所以也由他们的泰国总理府 副发言人戴苏利 站出来澄清 他们特别强调了 泰国是没有阻挡任何AZ疫苗的出口 这和厂商的管理是有关系的 那么中间为什么会引发 这样子的误会呢 就有熟悉泰文的专家 他就说很有可能是当地的媒体 在报道的时候翻译错误 还有引述错误 那么这样的报道呢 在犹太国的一些激进学者去转发之后 才会被外界解读 台湾在指控泰方有囤积AZ疫苗 因此才会引发这一连串的错误 因差博士最新消息 在新北市板桥发生了死亡车祸 两辆轿车在明泉路跟县明大道发生碰撞 其中一辆车在撞击之后翻车 撞上了一旁骑脚踏车的卫姓南骑士 当时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三重院区 急诊室主任刚好经过 在救护人员到场前就立刻帮忙 不过骑士在送医后还是宣歌不至 远警的防疫装备很吸睛 因为现在远警确诊了不少 在台北市大安区 就有民众发现了市场入口 远警的执勤装备很引人注目 整套警察制服 上半身却多了动力呼吸器 这可是远警自掏腰包 花了四万多块才买的设备 能够过滤空气 保持循环 执勤的时候更轻松 市场入口勤勿仪 怎么有远警装扮这么奇特 全身警察制服却多了头套 感觉只有在电影里会看到的造型 现实生活中上演 吸引不少民众目光 不自己把握别人 我们也是一样 很特别 对 真的很特别 我刚刚走过去想走这条路 看了他我又回头 逛市场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他是大安分局警备队 35岁的雷伯鞠 而这套设备是动力滤镜式呼吸器 是他自己添购的防疫秘密武器 因为我平常有在 就是参加一个那个末日生存的社团 那我们对于那个防护装备 就是像防毒面具 然后滤罐 然后包含这些PAT啊 动力呼吸系统 我们都会比较就是注意这一块东西 因为喜欢模型 所以有特别研究 一开始和同事一起团购防毒面罩 而最后自己又花了4万多块 买了这组动力呼吸器 仔细瞧这身装备从头罩外罩 包含送气管 以及背在腰上的滤镜器 随时随地都有干净空气循环 一次电量可以撑到8到12小时 执行起来比较不会满头汗 由于防疫仍在三级警戒 北市府规定市场分流 大安分局针对辖区内 所有传统市场进行管制 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1点 劝导民众按单双号采买 否则开罚3000到15000元 分局强调内部防疫设备足够 但这回第一线远警为了自身安全 提高防疫力度高规格装备 也引起话题 TVS的农场务新宴 台北市报道 副次长石崇良 口误指出万华是破口 陈时中也在记者会当中道歉了 而之后政府应该如何帮助万华呢 交给志宇来带我们了解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 很多万华人都不好过 而且现在有一句话 更让很多万华人觉得很伤感情 是哪一句话呢 魏夫部的次长石崇良 他在令月备巡的时候 其实就说了 万华是这一波疫情的破口 这句话破口说 也让很多的万华人觉得非常不满 那么就来看到 在过去一个月 万华人到底过的是怎么样的日子 包括出现到了歧视状况 像是物流业者 还有相关的配送业者 是不送万华的 而且万华人还被要求 待在家里不要上班 甚至连看医生就医的这个情况 其实也都被刁难 像是健保咖啡助记 做记号 也都会被特别挑出来注意 而作家林立青就说了 其实现在在万华这边 有结构性的问题 他说万华真正的痛苦 不再有户籍的人 而是没有户籍的人 长久下来在这边 算是一个很多蓝理阶层 都会在这边待着的地方 他认为说户籍制度 跟福利制度脱钩 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尤其他也认为说 完全仰赖的户籍制度 而且才是卫福部 在社会福利 还有防疫上的最大破口 他也认为说 应该要来好好正视这个问题 G7峰会 昨天晚上在英国落幕了 那么疫情当中 聚焦的疫情的部分 包含讨论了新冠病毒的起源 WHO表示 将展开二阶段的调查 其中也包含实验室 泄漏这样的论调 继续请教志宇 在这一次的G7峰会当中 除了讨论抗中的议题之外 其实相关的新冠疫情应付 也非常重要 而G7跟WHO的总干事 谭德赛 其实也有针对 所谓的新冠疫情的源头 这个议题来做讨论 而现在其实他们也定调说 要在二度的来追查 整个新冠的源头 到底从哪里发生 因为主要 谭德赛是对外表示说 要追查新冠疫情的源头 主要是要避免悲剧再度发生 因此也会展开第二阶段的调查 在这一次 他们也不排除所谓的实验室泄漏论 谭德赛的意思是说 他们目前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 等于说跟他们第一次做的报告 似乎是有一点出入的 不过谭德赛也表示说 现在一切都垂于中国政府 到底会不会来透明的合作 他们也希望说 现在要开始琢磨所谓的疫苗分配的问题 希望在明年G7分会举行之前 全球有7000的人口都能接种到新冠疫苗 等于说达到一个全球的群体免疫 不过这需要111剂的新冠疫苗 您有注意防疫期间 因为长时间戴口罩 所以喝水量大减吗 营养师就提醒了 还是要记得提醒自己喝水 不常喝水的话 当心会有健康问题 继续请志宇帮我们说明 在疫情当中 很多人戴上口罩 就会忘记要喝水了 但是医生还建议大家 一天至少要喝满8杯水 大概是1500到2000cc 大概2到3个小时 就必须要来脱下口罩 补充一下水便 因为这个补充水分 对自己的身体健康 还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促进新陈代谢 还有调节温度 还有润滑关节 但是其实也要特别注意到 如果在今天出现了 轻微脱水的状况 可能会有一些头晕 头痛甚至疲累的情况 但是严重脱水 尤其像外面现在天气很热 如果你忘记喝水的话 就有可能会有一些 生命上的危机 但很多人在问说 我平常都有喝茶 喝咖啡的习惯 到底可不可以算计 我们一天的喝水量呢 因为有人认为说 其实喝咖啡喝茶 这是不算喝水量的 但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如果适量控制的话 是可以算的 大约抓在500毫克的 咖啡因含量里头 大约等于两杯的中杯美式 还有两杯的500毫升绿茶 只要你不会造成身体不平衡 水分不平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算在 喝水量里头的 诈骗集团趁这个本土疫情 大赚了国难财 最近有刚才解完的民众 接到了自称是卫生单位的电话 通知说裁剪结果是阳性 必须要付钱才能领药 已经有两人受害了 还有不法集团看着民众 想要打疫苗 推出的是一页式的网站 那么推出的时候呢 就说你买药就送疫苗的注射券 让民众上钩 刑事局也提醒 这明显都是诈骗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 要打165来求证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现在却有诈骗集团 盯上去PCR裁剪的民众 向他们谎称 裁剪结果是阳性 要求付费领药 最近有不少已经完成快筛 或是PCR裁剪的民众 接获类似的电话 向裁剪机构确认 才知道全是骗举一场 有民众裁剪完没多久 就接到诈骗集团 假冒卫生单位 通知裁剪结果是阳性 要求转账付钱领药 已经有两人合计 受骗三万八千元 健保署提醒裁剪结果 利用健保快一通APP 就能查询 在接获类似的电话的时候 务必先与挂断 因为健保署 不会用电话的方式 来通知民众缴钱拿药 不只是裁剪民众受骗 因为疫情严峻 民众想打疫苗 却可能还得等上一阵子 有人却被网路上 这个网页给吸引 网页卖的是药品 但仔细看 除了强调工厂直销 还标注是美国辉瑞出产 最吸引人的是写着 只要下单就送疫苗注射券 还强调限时优惠 要民众赶紧下定 不过这当然也是诈骗 网路购物 加购疫苗的这个行为 是非常明显 与严重特殊传染病肺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所公布的 我国疫苗管制的情节 是不符的 另外民众待在家 网购需求大增 也成了诈骗目标 新市局统计 整个五月 网购诈骗件数 512件 要求解除分期付款 298件 比四月增加了两成 诈骗金额将近8000万 另外还有假投资 或是利用运彩分析 等等手法诈骗 大赚国难财 提醒民众 还是得多提高警觉 拨打165查证 以免宅在家 血汗钱 却被骗光 全国升三级警戒以来 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 而昨天13号 创下了三级以来 本土确诊案例的新低 让市场摊贩们感觉到 廉价期间 民众似乎有些 稍险疲乏 也开始松懈了 这馆场也开始 有人戴口罩来运动 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 确诊死亡人数 依旧是居高不下 而且这一波的社区感染有47例 到院前死亡 每10个人就有一个人 来不及送到医院就过世了 全单三级警戒提升至今 已经快要一个月了 而现在市场也有新的作为 像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市场 它就有设置消毒通道 只要走进来 就会全身喷洒消毒水 让你全身消毒 多了消毒通道 市场摊贩稍微安心 而13号 本土确诊案例 仅新增174例 创下全国升三级以来新低 双北新增确诊 也都降到二位数 让摊贩们觉得 廉价期间 民众似乎有些疲乏松懈 昨天会人比较多一点 差不多这里的一半 一样多 比今天多 多差不多一倍 和疫情起初相比 人潮变多一点 而广场和公园 也开始有少许民众 出来慢跑或做运动 但疫情还没结束 民众可不能前功尽弃 进一步来看 三级警戒以来 本土案例 5月22号开始 较真回归后增长趋势 5月15号双北三级 增加185例 17号一口气增长535例 19号全国升三级 新增527例 后续到了5月26到29号 数字也都维持在 单日新增4到500 进入6月后 6月5号66号 依然有300400人 7号之后开始维持200多 直到6月13 仅有174例 以数字来看稍稍缓解 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13号时 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 新增26例 主意中心就统计 国内目前已累计死亡 多数都是在这波社区感染 以5月31到6月12来说 死亡有399例 47例是盗院前死亡 比率为11.8% 等于每10人就有一人 来不及盗院身亡 6月死后确诊案例 也多达40例 显示病程 变化快速 三级警戒满月 疫情人看不到镜头 民众只能继续防堵 直到病毒消失 那一天 级别新闻 吴会员张玉贤 中文报道 在台北市的长者疫苗接种 上眼乱象 有些老人家预约成功 却没有显示 几点可以去接种 有些接种的场所 则是对长辈来说 很不方便 这也让周玉寇 就批评了柯文哲 柯爸 柯妈 在心如是否的安排下 都能够搭车车 去打疫苗 在台北市的长者 却很慌乱 难道柯文哲不惭愧吗 要柯文哲看看新竹市 安排柯爸妈打疫苗 还有小黄接送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只问柯文哲 不惭愧吗 台北市长者 接种乱象多 就连柯文哲的学生 前台北市社会局长 许立明 也来比较北高 许立明在脸书直言 该说的还是要说 考证写完不代表考得好 他在出示高雄的通知单 明确告知接种时间 而台北市的预约系统 却只有写上五十段 这要叫长辈 几点去排队 我们也持续的在做改进 为什么要使用预约系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希望民众在接种的时候 可以做到分批分流 只要在指定的时间 到指定的地点 就可以完成接种 但不止系统被抓出 许多问题 民警党立委吴思瑶 也整理出各县市的疫苗服务 台北市以线上预约优先 没有交通接送 但能道府施打 新北没有免预约 也没有道府施打 但有交通接送 而高雄则是全都有 也让无私要再喊 要台北快跟上 台北市明明就有服务量最多 服务密度最高的 计程车队 以及富康巴士 但是友善车队接送服务 这一项迄今不见 柯市长愿意跟进 从善如流并不可斥 死鸭子嘴硬 才是要不得 连柯爸妈都被拿来当对照组 是何其讽刺 柯文哲与其要长辈们 当现代化的先锋 不如规划好完善 辩民的制度 神的长辈们要多匪心 TVBS新闻 罗氏彭丽萍 台北报道 最新消息来关心的是 今天的基隆市 新增的确诊个案达到14例 其中分属于4个家庭群聚 5例是护理之家的群聚 另外1例是 仁爱市场摊商的家人 大部分都已经是 被匡列的居家隔离者 因此没有太多 在外头爬爬噪的足迹 不过针对疫苗 提早送到各县市 让部分的首长 措手不及 林又昌也提到 确实有点小生气 因为他当天呢 却看到电视新闻 还有幕僚通知才知道 当下真的蛮错愕的 幸好紧急了 召集区长 还有市府人员开会 才能够立刻的紧急发布 以及应变措施 至于来看到台北市 明天6月15号 同意施打AZ的疫苗 部分的基层诊所的AZ疫苗 也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是送抵了 医师也提前跟诊所的人员 演练来动线 然后做准备 除此之外 也呼吁 长者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抵达 不能早到 也不能晚到 因为疫苗开封 只能够放6个小时 同时要避免的是人潮群聚 90剂的AZ疫苗到手 第一时间先放冰柜存放 6月15号台北市统医 针对85岁上长者 和长照洗射民众 施打AZ疫苗 避免出乱子 医师也先 沙盘推演 到时候病患的话 从这边进来的时候 他是学生住这边 然后医生的话检查 带着诊所人员 提前演练施打动线 除了做到社交距离 更提醒 长者必须按照 简讯上所安排的时间 准时抵达 假设今天早上有一个人 他说他不行 他掉到下午去 那难道我们还要再帮他协调 哪一个人上去吗 因为那个增计的话 一开屏的话 就是6个小时 而且你这样子会造成 我们的人员很难 来控制这个疫苗 不要早到 也不能晚到 因为疫苗开封后 有时间限制 还要搭配人潮分流 以这间诊所为例 6月15号当天 开放早午晚三诊 共施打90人 每诊3小时 等于每小时施打10人 来进行管制 台北要作为一个亚洲的先进城市 本来就应该当 整个台湾的领头羊 台北市长柯文哲 直播到一半 核心诊所营运长林思宏 却留言都是我们基层 跟你卫生局基层承办 在承担你唬烂后的烂摊子 怒火不小 而林思宏三天前 就在个人脸书批 施打疫苗 不能用原本诊所的网挂 让民众预约 要卫生局自己设计的平台预约 这样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性 实在无话可说 不过相较台北市和基层诊所合作 新北市只有20家责任医院 和29区卫生所协助开打 就怕民众跨区施打 可能会造成染疫风险 也引发争议 新北卫生局表示 已经和203间诊所签约 但目前还是以医院卫生所为主 台北市今天新增了 42例本土的感染案例 市长柯文哲正在说明 好 各位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中央公布的本土个案是185例 台北市也降到了42人 那死亡人是15人 从死亡人数达到了452 不过之前也讲过 也不要被那个死亡人数吓到 因为这个 通常他是一个 比较慢的指数 一般通常落后感染的化病日 大概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死亡人数只是反映差不多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前的感染状况 那么整个台北市的感染状况 到昨天为止 大概相当 慢慢病例是在下降 但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 他越来越分散 所以 像一开始是万华特别多 这个情形慢慢就 比较不明显 那也随着确诊人数的减少 你知道 我们在 疫调你知道 居家隔离的这种人数就减少一点 所以 当我们开始在居家隔离人数 它变少的时候 我们在思考说 到底如果要让这个清零计划你知道 到底要怎么做 因为 虽然疫苗是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 但是 现在看起来疫苗也不会那么快到 所以 在疫苗还没到之前 我们总是要做一些事情 不然 这三级管制是没有办法解除的 那快晒阳性还是比较及时的反映整个状况 那不过这几天下降 我想 双重因素 一个是真的病例在减少 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假期 因为从以前的经验 放假的时候 大家会去上医院 也奇怪 这也跟着少掉 所以 所以我们检查过 我们那个筛检人数你知道 像到昨天就降到一千亿 所以很显然 放假会影响人的求医的这种行为 所以 目前这个快晒阳性人数下降 你知道 我们在思考 当然 那我也认为疫情趋缓 但是 因为部分是放假的关系 所以等到明后天 再看这个快晒阳性的数目 是不是有些人 有变化 就可以比较清楚 目前的状况 我相信 目前整个台北市 疫情的情况 应该是减少 那么 在这个确诊案例 开始慢慢在变少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在思考说 难道没有疫苗 我们就 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 那个 每天加零的状态 清零计划 到底要怎么做 所以我们现在是这样 在一个社区去做普篩 坦白讲 在公共卫生学上的 考量还是有问题 为什么 如果那个地方 每次做了100个 阳性率不到 快篩阳性不到一个 你知道 所以要考虑成本效益 所以我们应该要倒过来 你知道 从那个确诊案例来做 所以现在只要找到 确诊案例 就开始做疫调 当然找到可能的感染源 这个要做源头管制 另外一个是 就是从直接问他你知道 透过疫调说 你觉得你在 发病前两天三天 你接触过哪些人 我们通常就把那些人 通知他们 如果愿意来做筛检的你知道 通常如果是第一圈你知道 很密切接触 达到那个居家隔离的标准 那当然要居家隔离 不过以前的居家隔离 也是摆在那里看17天 我们现在就比较积极了 该做筛检的就再筛检 那如果有病的就马上送医 甚至那些有病的 我们再一样再问说 你在发病 你在这个被筛检出 有这个快筛 通常做快筛阳性以后 马上做PCR 所以说快筛阳性 PCR阳性 即使他没有症状 也问他说 你在过去两三天 有接触过哪些人 同样用这个方式 从确诊者 做这种同心源的扫描 你知道 去找 那这有什么好处 你知道 我们看看统计数字上 看起来 这数字蛮有趣的 通常如果我们 比方说 其实今天到万华 你知道做普筛 你知道 那这种可能性 阳性率2% 2.多% 了不起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是用 同心源 就从那个 已经确认者 以他为同心源 去找他旁边 可能的接触人 你知道 在做快筛 你看阳性率最差的 还5.4 高的可以到23% 这远远大于 我们目前去做普筛的 1% 1.多% 所以这表示说 他可以更精准的去 把那些可能的感染者找出来 我也认为 这个效果应该比较好 所以 随着病例的慢慢减少 你知道 设一个快筛站 去做社区普筛 你知道 效果越来越差 所以我们要开始改变战术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效 我们看内湖区 你知道 这就蛮明显的 你看5月31号之前 我们就做很简单 我们就做一个说 好我们就用前 过去5天 确诊的案例 把它找出来 把它点起来 你知道 在5月31号的时候 还蛮明显的 很多点 在这上面 可是你到6月13号 再说好 前5天的 那点就少掉了 但还是有一些热点的存在 所以 慢慢的 我们开始用这种策略 你知道 就要精准筛检 不管你叫什么热点 健美站 精准筛检 等等 我想这是一个 比较精确的方法 然后 马上就 因为你精准筛检 马上匡列 马上做 快筛 马上做PCR 快筛 洋械再做PCR 有问题的 就马上把它截断 所以透过这方式 我想 我们现在 既然这个模式好像是有效 你知道 像我们在内湖区域上 看起来就有效 所以我们把这个model 再 扩张 你知道 再用到10个行政区 也许 就算疫苗还没到来 你知道 政府总是要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 让这个 病例可以确诊者 可以更加的减少 不然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疫苗没有到 你知道 三级管制要一直撑下去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再来就想大家非常关心 明天就要开始打疫苗了 那 其实每个县市政府做的 你知道 我们台北市政府也有做 我们还是 透过 民政局的系统 你知道 把这通知单 發到每一个 涉及在台北市长者的手上 你知道 但是 我还在这个地方 还是要鼓励大家 使用 線上的预约系统 为什么 你知道 第一 我们到现在 是只有处理85岁以上的 坦白讲 这个还是占总人口数的 一小部分 如果你从85岁以下 一直要做 一直要打疫苗打到12岁 你知道 如果政府没有一个 比较有效的方法 他说我可以预约 也可以不预约 就直接到某个医院去打针 那我就直接去打针 就好 我要上网预约 我要跟大家讲 上网预约的好处 第一 是因为我们很确定 是谁要来 我想到今天下午六点以前 你知道 有上网预约的 应该我们都会透过简讯 告诉你说 哪一天 什么时段 甚至有些更精确 讲到小时的 到哪个地方去打疫苗 这个为什么当时会 只有提供序号 你知道 然后再由这些医院来打 还有一个很大的理由 是因为每个诊所你知道 他也不是整天都只在打疫苗 因为他还是本来的病人 所以那个诊所 要调整一下 就是说 我原来的病人是 几点到几点看 那几点才打疫苗 所以为什么会 抽序号以后 再由诊所来通知你们 原因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是这样 对市政府来讲 你知道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系统 你知道 准备将来要大规模作业 因为如果打一个85岁以上 就搞得好像嘉年华 你知道 大动员你知道 问题是 你要一直打 打到12岁的时候 这不得了 这等于 等于在未来半年 你知道 整个市政府 其他事都不要做 只有在处理打疫苗 所以原则上 我们还是要以 最低的成本 你知道 让这个政府可以有效的运作 所以 在这地方 要很诚恳的呼吁各位长者 只要你有预约的 拜托 你按照预约的时间去打疫苗 因为这样我们都可以准备好 那到现在为止 到今天下午 差不多1点的时候 我们切来看 到1点的时候 理论上 我们台北市 我们有4万8千个名额可以用 已经预约了3万人 所以表示说 表示说我们的 我们的市民 台北市民 还是一个 依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 那我们在这里 层次的呼吁 你知道 从现在到晚上8点 还有大概4个小时的时间 我要拜托各位 只要你有办法上网预约的 还是上网预约 为什么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好安排 就是说 可以安排的 我们都尽量用 预约的系统来解决 这不管对诊所 对医院都比较好安排 因为他知道 那到4点以后 我们陆陆续 会通知你们 如果到6点以后 你还没有接到简讯 那再请你打1999 我们到今天晚上10点以前 应该都会恢复你 所以我们希望说 拜托台北市民朋友 还是让这个系统可以更依化 我们还有一万七千个名额可以用 拜托大家 上网预约 因为预约的话 我们会比较好安排 比较好准备 你要知道 那个疫苗 每打开一瓶 就要用掉 要10个人 你不能说 一瓶打开 只来一个打完 那剩下9人份怎么办 这还是没办法处理 所以 尽量用预约的 我们就比较好安排 所以 虽然你接到通知单 他上面说 如果你 你没有预约的话 你还可以 还是可以在以下时间地点 去哪个地方打疫苗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 要很诚恳的 拜托大家 尽量上网预约 这样可以减少很多 我们都能麻烦 那么 户籍在台北市的 就尽量上网预约 那如果没有的话 就按照 如果没有的话 就按照 你没有上网预约 就按照通知单 那上面就有讲 时间地点 你就去哪个地方打 另外一个是 涉及 那个 住在台北市 但是不是涉及在台北市 原则上是这样 因为我们 应该坦白讲 住在台北市 但是不是涉及在台北市的 长者到底有多少 你问我我实在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 也没有一个系统在记录这个 所以怎么办 你知道 所以我们在 应该要准备疫苗的问题 所以这样 明天后天你知道 因为明天后天 就上班制的你知道 明天后天 凡事涉及不是在台北市的 85岁以上长者 请你在哪一个行政区 你就打到哪一个行政区的 区公所民政客 你就报上你的身份证字号名字 那我们就会跟你讲说 你去哪个地方打 原则上是 17号的下午开始打 那我们就把每个医院的名额 我们先设定好 你打电话来 我们就 我们就开始分配 如果 因为我也不晓得 到底 住在台北市 户籍不在台北 但是户籍不在台北 老人有多少 我实在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会把 医院的名额 注射名额 准备好 那我们就开始 你明天早上打电话来 我们就跟你讲说 你哪一个时间 去哪一家医院打 那如果名额 我看超过了 因为总是每一家医院 施打的容量还是有限 我们就 也许18号早上 继续打 所以 不是涉及在台北市 85岁以上的长者 请明天 打到你所在地 区公所的民政客 然后报上你的身份证字号姓名 然后我们就告诉你 什么时候去打疫苗 原则上是 我们先让这些 预约的先打完 所以你大概是 如果这些没有涉及在台北市 原则上是 17号的下午开始打 我们看看这个容量有多少 如果都超过了 我们就到继续 在18号的上午继续打 原则上就是这样 至于那些 那些卧床的 如果在机构的 那简单 我们大概到 大概到16号 大概就打完了 剩下就是说 他是个体妇 你知道 一个一个在家里 卧床的 那这个我们 就请你播这个 长照专线1966 你知道 我们先登记 因为这个疫苗 一打开 一次要打十个 所以我们要先登记 你知道 然后再安排 好 台北市 今天新增了42名 确诊 柯文哲说 疫苗没有到 三级警戒持续 大家还是有松懈的问题 至于疫苗 明天开打 希望长者还是上网预约 有发通知单 但上网预约 可以确定名单 时段 以及地点 比较安全 我们大概这几天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